大家好,我是泰国西纳瓦大学校长周飞 周围2022年文化中国水利方碑中文歌曲大赛泰国赛区的协办单位 西纳瓦大学能够以这样的身份参与到此次盛会中,我们深感荣幸 文化中国水利方碑中文歌曲大赛至今已经走到了第二个十年 在最近几年全球性新冠疫情危机的影响下 我们这次大赛依然坚持举办,不仅让世界见识了中文之美 也让全世界各地热爱中文的海外友人,海外华人团结在一起 体会到祖国的温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向心理 我们西纳瓦大学在泰国赛区非常高兴 能够为各位选手提供各种帮助与服务 同时我们也派出了自己的队伍与导师共享盛举 希望疫情早日结束,希望大家能早日来到泰国 启会泰国人民对中文歌曲的喜爱 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借此机会 启会到中泰渊远流长的友谊带来的社会各阶层的优秀的深厚的情感 最后祝愿本次大赛圆满成功 再见